《武神主宰》第5790章 太美味了 对比起来 起码现在的它 还绝对没有如此手段 一个意念降临 就让初始宇宙中 某个大地直接蜕变 这种手段 就算不是高维 也已经接近高维 只有凌驾宇宙海之上的威能 才能拥有如此惊人的效果 可惜 这道意志 只能提升灵魂意志的强度 无法提升修为的强度 秦晨仔细观察 这一道横贯无尽宇宙海而来的意志 虽然提升了撒罗耶的灵魂强度 却未能提升它的修为 这是自然的 任何修为的提升 都需要大量的本源去堆积 而无法凭空拔高 此刻现在的撒罗耶 和之前的状态顿时相反了 资源力量上的补充 反而跟不上 它灵魂修为的提升了 见状 秦晨微微一笑 也罢 正好这一枚左窟的大地之心本源 我也已经感悟 继续拿着也是浪费 不如就给那撒罗耶提升好了 秦晨之前 之所以没有将 左窟和蒙托的大地之心 都给撒罗耶 那是因为 以撒罗耶现在的修为 再加上之前隐移的大地之心 同时吞噬三大大地之心 对它并无太多益处 毕竟之前的撒罗耶 只是初期巅峰大地而已 可现在撒罗耶既然一举跨入到了中期大地境界 那么吞噬再多的中期巅峰大地的大地之心 对它而言也不会产生副作用了 叶罗莎 坐坐 这里 看过来 秦晨作嘴出声 同时捏碎左窟的大地之心 轻轻一抛 撒罗耶正沉浸在惊人的感悟之中 听到秦晨的呼吓急忙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道黑影朝着它疏地掠来 是大人在叫我 它下意识地张开嘴巴 噗 一道蕴含浓郁中期巅峰大地力量的大道本源力量 在它嘴里再度炸开 轰 像是瞬间咬开了一颗充满了水分的水蜜桃 又像是咬开了一颗充满了汁水的撒尿牛丸 扑斥一声 一股浓郁到嘴巴都包不住的大道本源 化作无数的精气之水 充斥它的口腔 它的味蕾之上 顷刻间到处都是饱满的汁水喷溅 渗透它全身的每一个毛孔 这种熟悉的感觉 让撒罗耶莫地瞪圆眼睛 又是一枚大地之心 呜呜 太满足了 这一刻 撒罗耶眼睛眯起 泪水滚动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现在的它 正处于突破后的饥渴状态中 正是需要大量道则本源补充的时候 谁知道 大人就又投喂自己了 这是什么神仙大人 你们有见过这么好的大人吗 这简直比再生父母 还要再生父母啊 撒罗耶眼眶中的泪水 怎么都止不住 细细品味嘴里的大地之心 然后 它那巨大的眼珠子 又一次瞪圆了 这 太美味了吧 这世上 怎会有这么美味的大地之心 简直就是无上极品 这左窟 是怎么修炼出来 如此美味的大地之心呢 撒罗耶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同为中期巅峰大地 他本以为 隐医和蒙托的大地之心 已经够美味了 但现在比较起来 左窟的大地之心 比隐医和蒙托的美味上 数倍不止 使阴阳融合 撒罗耶瞪大眼睛 豁然惊醒过来 在左窟的大地之心中 他不但品尝到了大量的宇宙海道泽之力 还品尝到了一丝 冥界的大道规则气息 这一丝冥界大道规则 就好似一块 原本只是简单烤制的羊排上 撒上了一丝孜然 抹上了一层盐巴一样 让整块肉质 在烹饪技术上 有了本质的蜕变 那种阴阳融合的完美感觉 是撒罗耶第一次品尝到的极品美味 阴阳融合 难怪这左窟的大地之心 会如此美味 这可是蕴含了 冥界大道规则的大地之心啊 如此珍贵的宝物 大人就这么给自己吃了 撒罗耶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哇 大人 对自己简直比亲爹对自己都好啊 撒罗耶激动流泪 而他的修为 也在吞噬这枚大地之心的同时 得到补充 境界不断攀升 哄 一股中期巅峰大地的气息 从他身体中轰然爆发开来 席卷四方天地 中期巅峰大地 这就突破中期巅峰大地了 远处 科莫多受一族老祖的气息消散后 众人脑海发猛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感觉到了撒罗耶身上散溢出的恐怖气息 一个个震惊的目瞪口呆 中期巅峰大地啊 这耶罗萨不是刚突破中期大地吗 怎么一下子又跨入到中期巅峰大地境界了 这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众人眼睛发红 一个个内心嫉妒 要知道 正常大地想要走过这个过程 起码需要苦修一个纪元以上的岁月 可眼前这科莫多寿呢 才突破数十个呼吸吧 就跨越了普通大地 起码一个纪元才能跨越的距离 这一刻 在场许许多多的强者 一脸生无可恋 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带来的浓浓恶意 这就是有后台和没后台的区别吗 这就是有背景和没背景的区别吗 凭什么呀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 撒罗耶身上的气息 在达到中期巅峰大地境界之后 这才终于缓缓地停滞下来 好 一道可怕的大吼之声震慑天地 隆隆传地 只见撒罗耶身上 每一片灵甲都散发着冰冷刺眼的寒光 森森铁甲蕴含大盗之力 结合他那蕴含爆炸般力量的恐怖身躯 无形之间便给人一种 无可匹敌的可怕防御 虽是敢突破的中期巅峰大地 可给人的感觉 此刻的撒罗耶比起蒙托将军 万方岭统领这些老牌的中期巅峰大地们 都要指强不弱 更加恐怖 哄 撒罗耶身上气息收敛 他停下大吼 急忙转头看向秦晨 然后在众人难以置信的震撼目光中 就如同凡俗中的一只哈巴狗一般 小跑向了那秦晨 耶罗撒 见过大人 大人大恩大德 小撒莫尺难忘 从今往后 不管刀山火海 黄泉地狱 小撒都陪大人你一起闯 小撒的命 就是大人你的 大人你要小撒往东 小撒绝不往西 你要小撒吃素 小撒绝不吃肉 撒罗耶昂首挺胸 用力拍着胸脯 忠肝义胆 激动说道 眼眶闪烁泪光 秦晨 行了 别肉麻了 秦晨一脸无语 轻轻拍了拍撒罗耶的肩膀 每个人的命 都是父母给的 我要你的命做什么 以后好好努力 别辜负了父母 和族群的希望便是 大人 你这是不相信小撒吗 撒罗耶顿时急了 小撒表现给你看 哄 话音落下 撒罗耶瞬间冲天而起 一双暗金色的童子 冷冷凝视四周无数的强者 最终落在了 那一群七座机械堡垒中 跌落的七名城主府 中期巅峰大地强者身上 先前就是你们几个 胆胆对大人动手是吗 给本座滚过来 本座倒要看看 是谁胆胆对大人不敬 轰隆 撒罗耶一步跨出 可怕的杀意 便如同狂暴的火山喷发 一瞬间席卷开来 在天地间形成可怕轰鸣 引来所有人惊骇的目光 你 这些中期巅峰大地 带着诸多大地和无数超脱巅峰麾下 一脸惊慕 却是敢怒不敢言 他们的机械堡垒之前 已在科莫多寿一族族族的意志降临下 直接崩溃 如今 没有机械堡垒护体 他们这么多强者 面对撒罗耶一人 内心竟有一种 面对千军万马的可怕感觉 科莫多寿一族 恐怖如斯 众人脸色铁青 却是不敢应一句 怎么 你们之前不是还嚣张的 要制裁大人的吗 现在 怎么不说话了 给本座滚过来 说个明白 撒罗耶怒吓 哄 无尽新兽气息爆发 弥漫浩瀚虚空 这家伙 也太嚣张了 周围其他南原城强者 只觉得内心震动 秉息凝视 心颤不已 就连万古阁主这样的强者 亦是心中惊颤 不是被撒罗耶身上的气息 给震住的 而是还身处先前科莫 多寿一族先祖意志降临的 可怕回忆中 无法自拔 我们 这些中期 巅峰大地 脸色清白交加 一个个惊怒万分 却不敢真上前动手 就在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突然 一道隆隆的轰鸣声 从远处天际传递而来 阁下严重了 我墨云世家 一向以守护南原城为己任 绝不会随意制裁任何一个好人 轰隆 伴随着一道恐怖波动降临 秦晨和撒罗耶抬头看去 在虚空当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银色球形堡垒 球形堡垒宛如黑洞般 在吞袭着无尽法则和光线 威势极其恐怖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一座巨大的球形堡垒迅速打开 从中走出一尊年轻的青年强者 而后方的银色球形堡垒迅速变换成一件银色铠甲 覆盖在青年身上 莫云世家的单兵机械堡垒战甲 这是莫云世家嫡系子弟莫云霄 众人认出来人 纷纷一惊 南原城乃是被莫云世家掌控 莫云世家的嫡系子弟 才能代表城主府的真正核心